近期以来美国在南部海域的一次又一次挑衅 已经让中美关系陷入了一个极为紧张的局势 不过就在如此敏感时刻 美国防长又有了惊人动作 据英国传统媒体路透社在7月22号的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21号的讲话中透露 希望在2020年结束以前 以防长的身份访问一次中国 以便加强双方在共同利益问题上的合作 并强化希望在国际体系中公平竞争的愿望 且不论到底是放的烟雾弹还是确有其事 但是所谓的国际体系下的公平竞争 也成为不少人嗤之以鼻的笑话 从全球唯独我国的科技公司 到定制各类制裁名单 美国可从来没有想过公平竞争的念头 当年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 倒确实是想着和美国通用公司公平竞争一下 结果美国直接下套 把阿尔斯通的CEO给抓起来了 著名的美国陷阱一书 在国内各大书店还有售呢 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有相关学者指出 美国防长在此时访华 其实也透露了三大信号 是需要小心应对的 其一是美国在日益失控的国际疫情情况下 也没有放松对我国的攻击 结果到如今却突然想要服软一般 又先开始表达沟通意愿 背后是否藏着暗招 是需要小心的 其二 阿斯珀来华必然不会是一个人来 一堆的随行人员 是否会带来新一轮危机 需要当局小心应对 其三 阿斯珀访华明显带有试探性意味 肯定是得到了白宫方面的首肯 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很可能已经想好了下一步的棋 该怎么下 需要指出的是 如今的局势 中美之间已经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关系了 从7月13号以来 美军战机接连四次逼近我国广东 福建沿海地区 两大航母舰队在南部海域频繁军演 现如今不论是从国内民意上 还是国家战略上 美国防长艾斯珀想访华都行不通 值得一提的是 有相关专家指出 目前我们还需要静观其变 看看美国是否藏着一些阴险的后手 方便我国见招拆招 而且美国一向是说一套做一套 作为应对方 我们需要听其言观其行 美军在我国南部海域的实际动作 才是其最真实的反应 而且尽管战术上 中国处于首饰 美国处于攻势 但是战略上 其实中国才是攻势 美国是首饰 疫情大考结束 中国正在恢复到之前的发展速度 美国远比我们要着急得多 而有些东西越急 犯的错反而越多